想来成都玩转最美风景,可以来看这个视频,成都周围都围绕超美的高山和大自然,中心也是超级发展的城市,要怎样玩都可以,成都周边大自然,美的高山有打鼓冰川,美丽的水有酒在沟,城市繁华也可以去春夕路,这里我做了七天成都旅游攻略,把成都附近美丽的大自然看一遍,也把成都城市的特色走一遍。 第一天,从成都天府机场下飞机后,就直接坐15元的直通大巴,从机场去到成都的市中心春夕路,然后我们在淘宝定了4天的四川阿爸拼车团,所以司机在春夕路迎接我们,由于四川阿爸基本都在高山,所以在春夕路我们用美团购买了很多氧气瓶。 司机在春夕路接我们后,就开车前往成都小瑞士,碧鹏沟景点,半路休息点也是不错看,都是高山环绕。 早上8点从春夕路开车,大约11点多就到达碧鹏沟景区,碧鹏沟被称为小瑞士,有着美丽的雪山。 游玩时间大约4小时多,在碧鹏沟是坐大巴游玩的,碧鹏沟第一个景点是龙王海和瀑布,但是因为我们来时下雪,湖都结冰了。 第二个景点是上海紫,也是中间午餐点,这里转电瓶车,接着坐电瓶车来到第三个景点盘阳湖。 而最后一站燕子岩是碧鹏沟最美景点,可以看到四姑娘山。 碧鹏沟游玩结束后,司机在我们到黑水县酒店杨荣哈德居住,来到酒店大约晚上了。 这间藏族特色酒店,很大很有特色,而且藏族美食我觉得很不错吃。 第二天 吃了藏族特别早餐,特别是特色茶,司机就在我们从黑水酒店前往打鼓冰川,路途大约半小时。 今天游玩打鼓冰川半日游,里面也是坐大巴和缆车来游玩。 打鼓冰川第一个景点是藏友猴,里面猴子多大可以开party。 第二个景点是金猴湖,湖水清澈不打紧,还配上会自动到打卡点让你拍照的猴子。 第三个就是这个超美的红军湖,下过雪很出景。 第四个就是打鼓湖,然后坐缆车到最高山顶,打鼓冰川。 这里除了雪山美,还可以打卡最高咖啡馆。 打鼓冰川玩完后,司机在我们到黑水县吃午餐吃面。 然后接近傍晚时分,在松攀古城吃出名的清真甘肃加工手工面块。 今晚到达九寨沟酒店已经8点多了,打鼓冰川去九寨沟路途大约5小时多。 我们会在这间九寨沟星宇国际大酒店入住两晚。 第三天,今天会游玩九寨沟一整天。 早餐就吃星宇酒店提供的自助餐,然后就去九寨沟门口。 我觉得必须8点就进去,因为九寨沟太多景点会走不完。 九寨沟是个外沟,有三个沟可以玩。 外右边景点包括有建筑海、熊猫海。 还有九寨沟最美景点,五花海。 还有九寨沟最大瀑布,珍珠滩瀑布。 还有静海,如果风大就不去,因为拍不出镜子效果。 回到Y中间点诺日朗换车点,这里是三沟交叉点,也是午餐餐馆地方。 这里也有美丽的诺日朗瀑布。 然后去Y左边景点,只有两个景点,那就是长海,都结冰了。 还有美丽的五彩池。 接着去Y下面的长沟,这里景点包括犀牛海、老虎海。 还有树正瀑布。 树正群海、沟。 我们在树正沟这里拍藏符旅拍,然后接着玩火花海。 双龙海瀑布。 芦苇海。 以及最后的盆景海景点。 晚餐就吃藏族的火锅大餐,然后再住在酒寨沟酒店一晚。 第四天。 今天来到拼车团服务的最后一天,吃了酒店早餐的自助餐,司机就在我们从酒寨沟去黄龙景区,路程大约两小时。 今早会在黄龙景区游玩三小时。 由于今天驾车时间很长,需要赶时间会都江燕,所以黄龙景区我们只前往五彩池。 黄龙最美景点就是五彩池了。 最简单方式就是坐巴士,然后再坐缆车和巴士到达五彩池。 然后午餐又回到松攀古城,吃心心念念的清蒸干素加工手工面块和炮炸面。 司机在我们从黄龙到都江燕酒店,用了六小时多今晚入住的都江燕南桥新城酒店,就在景区里面。 所有景区和吃的都在走路范围很方便。 来到都江燕就意味着拼车服务结束,接下来就是我们自由行了。 今晚在都江燕看的景点包括有蓝眼泪,蓝眼泪最美拍摄点在天府元郎桥。 还有巨型熊猫打卡点养天窝广场。 接着回到酒店附近的灌县古城吃宵夜,点了很多美食。 第五天,早上我们在都江燕的酒打车去熊猫谷,先在熊猫谷门口寄放行李,这里寄放是免费的。 我们游玩熊猫谷三小时,这里人群没有成都熊猫基地这么多,比较好逛,也有很多花花草草可以拍。 当然著名的还是可爱的小熊猫。 还有很多可爱的大熊猫。 逛完熊猫谷,我们再打车去青城山站,在青城山站即放行以后,就购买观光巴士前往青城山。 来到青城山门口,原本打算坐缆车上山顶,但是今天维修,所以选择徒步登上青城山。 青城山最高点就是老君阁。 青城山下山后,就回去青城山站,然后搭高铁从青城山站去西浦,然后再搭地铁去成都东。 成都东就在成都三环市区了。 我选择成都东是因为这里搭高铁很近,因为接下来我会用到高铁。 成都东酒店会住两晚,我们选择成都龙之梦瑞峰公寓酒店,就在成都东高铁站对面而已。 第六天 今天会在乐山爬两座山。 一大早就得到成都东站,坐高铁到峨眉山站, 然后就开启峨眉山半日游,坐大巴和缆车到峨眉山山顶,也就是金顶看云海。 顺便看看山顶的金像佛。 然后午餐就在峨眉山山脚吃乐山和峨眉山美食,这里推荐吃峨眉食物竹叶青炒蛋,还有乐山食物甜皮呀。 然后赶紧坐高铁,从峨眉山站去乐山站。 然后在乐山站打车去硅城山公交站,然后就开始乐山大佛游玩,预算时间大约两小时。 我们从乐山大佛北门进入和买票。 可以在乐山佛头两侧拍照,也可以下山去佛脚拍大佛全身。 这里可以选择东门出去回归城山公交站,又或者南门出去拍游菜花,看南游寺庙或者搭船拍大佛全身。 然后从硅城山公交站打车去乐山站。 然后坐高铁从乐山站去成都东站。 我们在成都东吃晚餐,吃成都的淡淡面和炒肉盖饭,然后回去成都东酒店睡觉。 第七天 原本计划到龙泉山爬山看桃花,但赖床没去看,有体力的绝对可以去看看。 今天开启成都城市一日游。 早餐用美团外卖,吃到好吃的圆寄饺子和云吞,然后坐地铁到宽窄巷子。 这里可以到网红爷爷买熊猫的周边产品,网红爷爷这里卖的熊猫产品,真的是最便宜了吗? 宽窄巷子也可以看成都的代表作《四川变脸巨》。 然后可以在宽窄巷子慢慢吃到地美食。 想体验成都老年人地方,可以去各种公园看花。 这里推荐人民公园、青阳公和幻花溪公园。 因为我来时是春天,很多花开了,包括梅花、樱花、白樱花、梅花。 顺便到杜甫草堂,看看杜甫居住点。 如果还有时间可以去春夕路看看,但是我们要赶飞机回去了。 玩累了打车回去成都东酒店拿行李,然后坐高铁从成都东站到天甫机场,然后就搭飞机回家。 眺客车 任好 查看 时候走回家。 推荐